克服困难打通生命保障线路 印尼地震专家苏哈约诺三号表示 今后一段时间可能继续发生余震 但震级不会高于五级危害不大 希望灾区居民保持镇静 避免过度恐慌 有关地震的最新情况 我们来连线本台夫印尼记者王玉国 玉国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今天上午是前往地震重灾区展翼进行采访 听说现在还没有回到雅加达 那是不是因为路上很不好走 那另外如果这道路不好走的话 那么是对于这个灾区物资的运送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说呢 从雅加达到展翼之间呢 这80多公里的路程呢 还是比较好走 但是从展翼呢 到灾区 主要是到这个一个叫 一个叫Vebino的地方 也就是发生身体滑坡 导致75人失踪的这个地点呢 道路呢是越来越难走 那么最后的15公里呢 几乎就是裸露的路基 那么都是石块 而且呢起伏非常大 坡度非常大 道路狭窄 而且呢在这条路上呢 现在呢运送物资的呢 也不能用大卡车 都是中型卡车 或者是皮卡车 但是呢下午呢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呢 看到天空中又下了雨 所以呢确实给这个物资的运输呢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主持人 嗯 那昨天地震之后 不少地方的通讯都中断了 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呃 这次地震呢造成了两个重灾区 一个呢是在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展域这个地方 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拉固这个地方 呃 应该说呢展域这个地方呢 它现在的通讯呢 基本处于正常状态 除了山区 那么在这个 啊 滑坡的这个地点呢 通讯呢 时有时无之外呢 那么其他地点呢 应该已经恢复 但是在沿海的其他地区呢 据说呢 信号还不是很畅通 特别是呢 灾民呢 那么受灾的情况比较分散 几乎呢 每个村子里边 都有这个防导无塌的情况 所以统计这个 由于通讯的不畅呢 统计灾害的情况 特别是伤亡数字呢 也都遇到了困难 现在呢 都在变化之中 那么我现在呢 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在路边呢 正好刚才停靠的 一个难民营 应该说灾民营 这个灾民营里面呢 有两个大的帐篷 其中有一个帐篷里面呢 住的全是女士 那么当地的村长呢 把帐篷打开 让我们正在拍摄 现在看到呢 这个红色的帐篷里面呢 住的人呢 大概有 至少有50位 那么都是女性和孩子 据村民介绍呢 他们这个村子呢 是距离这个 展玉的市比较近 15公里 也遇到了这个 他方的情况 他们反映了 失踪的人员 在100人以上 这个数字呢 是我们刚刚了解到的情况 所以呢 很可能呢 过一两天呢 这个伤亡和失踪的数字呢 就算了解一下